各位朋友 你还记得毛主席 沁元春长沙的那首诗吗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举子皱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浸染 漫江碧绿 百可征流 英姬长空 余祥千帝 万类双天 静自由 畅辽阔 问苍茫大帝 谁主臣服 闲来百侣曾有 一往昔 蒸笼岁月愁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胜义气 挥斥芳秋 指点江山 激阳文字 奋土当年 万户后 曾记否 到中流积水 浪厄 非洲 当我送读完 毛主席这首诗的时候 许多朋友 就会知道 我现在 已经来到了 举子皱头 是 我现在的位置 就是湖南省 长沙市的 长沙市的 举子周头 现在 我正行走在 湘江畔 大家看到了 这就是 湘江 湘江 非常的宽阔 看 滚滚江水 非常的美 也非常的壮观 在湘江两侧 一侧 这是 举子周头的景区 另一侧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 高楼林立的 城市 看 非常的美 因为今天 下着懵懵小雨 这个小雨 形成的雾 在镜头中 看的不是那么太清楚 但是 眼前的滔滔江水 确实给人一种 震撼的感觉 好 现在 就让我们继续 向前走 去 展养 毛主席的雕像 今天 虽然是周一 又是 阴着天 下着雨 但是 来到景区的人 络绎不绝 看 来到这里 都是来 展养 毛主席 跨造人员的 树像 现在 我就来到了 毛主席的 雕像前 看 这就是 毛主席的雕像 位于 举子周头的 毛主席的雕像 毛主席这个 时期 应该是 年轻时期的 一个雕像 这个时期 风华正茂 意气风发 看这个雕像 结构 非常的简单 但是 它反映了 毛主席的 这个特质 非常的鲜明 非常的鲜明 毛主席的一生啊 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他老人家 奉献了 他的一生 看 来到这里 景仰 毛主席的人 非常的多 看看 来到这里的人 不仅有老人 还有年轻的人 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 都与毛主席 他老人家 合个影 留个念 那就是 他老人家 为什么 受到人民 爱戴的一个 主要的 因素 好 现在 就让我们 换一个角度 来 瞻仰一下 毛主席的 雕像 好 让我们继续 向下参观 浏览 菊子舟头 在菊子舟头 大家看一下 种植的 这里都是甘菊 与景区啊 形成了 非常完善的搭配 非常的美 非常美 让我们继续向前参观 浏览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就是旺江庭 这个旺江庭啊 最早建于唐朝 但是啊 早就 被毁 只是在我 只是在1962年 居子舟头啊 被开辟为公园以后 才复建了望江亭 前面就是滚滚的湘江 让我们过去去看一下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里是一块景观石 这个景观石上面写着指点江山 指点江山这是毛主席当年在这里 写下庆元春长沙这首饰的地方 所以这里也利用指点江山 一块景观石以示纪念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里就是望江亭前的湘江 湘江是长江洞亭湖的水系 它也是湖南省最大的河流 看 非常的壮观 非常的壮观 好 让我们继续参观浏览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与大家共同分享了 位于长沙市的巨子周图景区 我也与大家共同瞻仰了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石头雕像 好 今天就与大家共同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